大家还记得这只鹅吗 你就看它长得有多快 站在这里感觉比那个狗子还要高 能吃能拉的 块头一天比一天大 这条狗子现在已经有七八岁了 稍不注意 这家伙就溜进菜地偷吃菜叶了 这么小的菜苗 它都在里面吃 你看都被它吃成啥样了 看我不给你抓住 这家伙溜得到还挺快的 这下你没地方跑了吧 看你往哪儿躲 前面有水它不敢下去 拖在手上足足有三斤重 感觉都快拖不住它了 路边发现一只漂亮的蝴蝶 趴在这儿一动不动 我们来摸一下 刚准备碰到它 它竟然飞的 这家伙 有吃的绝对不放过 看它豆芽不在家 狂吃别人的口粮 看着这个蝴块头这么大 豆芽也拿它没办法 吃饱了还想下去游一圈 这是多么渴望游泳的小眼神 下去吧 给它放在蝴仔一起 让它也下去玩一会儿 这个块头太大了 笼子里面已经关不住它了 放在外面又老是去菜地里面偷吃 放笼子里面它只能趴在这儿 所以我还是喜欢蝴仔这样小小的 这豆芽也快热成狗了 我们带它也下去游一圈 它还不想下去 我来帮你一下 蝴仔过来迎接它了 下去了 那几个都不跟我玩 只有蝴仔看到我过来的 它就会游到我的边上 还要挑到我的手上来玩一下 从大夫的果然不一样 感情格外深一些 下去玩吧 蝴仔这么粘人 我们必须得给它一点奖励才行 来吧 吃吧 拿点面包虫吃一下 那些鲸鱼都不怕它 看它脚下面有好的鲸鱼等着吃 捡漏它掉的食物 好大一群 它自己爬到竹筏上面去玩的 它们现在特别喜欢在那上面玩 那两个不敢上来 它下去捉那个大鹅去了 这蝴仔挺调皮的 那么大块的它也敢去捉 大鹅都不知道上竹筏 它又被豆芽吓了一跳 两面夹击 看到这两个家伙长得一样的 它可能也有点懵 分不清刚刚是谁在捉它 豆芽也开始攻击它了 在陆地上连狗都怕它 没想到下水了之后 居然被几只小鸭子追着到处跑 找个角落在这里晒太阳了 呵呵 蝴仔追过来了 可怜的大鹅被蝴仔跟豆芽追得满池塘跑 被追了好几圈 它躲在那边角落不敢过来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 好了 喜欢这些小家伙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 感谢大家的支持